底下这个图案跟我上面的图案好像五颜六色的看到没有 我都要流口水啦 哈喽又到了我愉快的晚间吃播时间的今天呢 我点了一个外卖 然后这个外卖在上海还挺多家店的 叫沙野青石 他们家给料真的非常的绝 那么大一碗 而且它的宽度也非常的厚 高度也很高 大概一个手指的距离吧 然后满满的塞的都溢出来了 然后我点的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一个蟹肉棒 它这个蟹肉棒是 就是这个蟹肉棒非常好吃很盛头的一个青石 真的是健康又减脂 这一顿最好可以分两次吃 而且价格性价比超高 还有一个 是我在河马里面买的 深牛乳红糖 姜状奶 因为他们这种牛乳总是出新品嘛 所以就很想尝一下新鲜的味道 然后这个真的绝了 这种绝不是因为它好喝的绝 是辣的绝 就是它真的是 名字就是姜状奶 它的姜味还蛮浓的 而且一口下去确实有点辣 再喝一下 颜色是真的挺好看的 有一句说一非常适合冬天 真的 就它那个姜味是实实在在的姜味 比较适合冬天了 真的 还是给你们 来吃一下我的青石吧 加青石我真的太爱了 所以从最开始 他们店还不是很多的时候 我就其实有在吃 然后后来看他们越开越多越开越多 因为太划算了 真的 我这样一份 我相信呢 二十块钱都没到 十九块九 毛九 然后给的这个蟹肉棒 这蟹肉棒它底下是有裹着那种蛋液的 所以特别香 嗯 但是 因为可能晚上 我感觉我这个有点太新鲜 但是我之前吃的时候 真的都非常的新鲜 嗯 这个是那种咸鲜的那种味道 嗯 然后我最选的是日式沙拉汁 因为它造的也挺多种的 就看自己的心体 调出这种蛋的味道 然后把这沙拉汁给倒上 这个是有点 酸酸的那种 酸甜口的 因为它挺像那些菜 真的就是普通的生菜 然后香啊 非常坚实 很简直的 蔬菜 然后也是 原味的 所以可以用不同的酱 来调味这种蔬菜 嗯 嗯 这个里面有 嗯 蟹柳 然后玉米 淡水的话是玉米 还有这种红腰豆 然后蔬菜类的话 有黄瓜 生菜 生菜是打底的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 那种什么 穀类的 太顶了 然后 还有西洋花 嗯 西洋花真的是超级食物 然后还有鸡蛋 蛋白质 鸡蛋 还有就是这个小番茄 嗯 基本上就是几个东西 但是满满的一碗 真的 吃下去 还是非常有满足感的 嗯 嗯 底下这个图案 跟我上面的图案好像 五颜六色的 看到没有 嗯 越来越吃得又开心 然后又健康 因为像这种的话 真的还是比较干净的 所有的蔬菜 就感觉吃下去之后 身体也不会 就是有很多的杂质 就感觉自己能够舒畅一点 反正我是不是觉得 所以我挺喜欢吃的 很多人不喜欢吃这种 沙沙心 因为觉得没味道 但是酱 加进去味道很浓啊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 调不同口味的酱 嗯 嗯 我这一份应该会慢慢慢慢的消灭 一次性 一口气消灭下去 确实会有点顶的黄 可点这个 我不想评价 不评价它 所以你看 我都没有怎么的去 分享这个玩意儿 它真的太香 香味 特别浓 对 就是 嗯 就是对这一方面 有偏好的人的话 应该会喜欢 但是我不太喜欢 这这不是很甜 我一直觉得 河马家的这些牛乳 嗯 各种这样的味道 其实有的 还真的挺好喝的 而且也不会说 非常非常的甜 对 有牛乳味道的 浓郁感还是有的 只是换打了别的那种 更有特色的味道之后 就是产生一种 兴起的化学反应 吃个鸡蛋 嗯 蛋也非常的 所有东西在吃它 原汁原味的时候 其实细吃的时候 真的就觉得非常的好吃 嗯 没点干 好 今天呢快乐吃播 就和你们分享到这了 我会慢慢把这种 整成上面的 嗯 除了包菜以外 还有点甘蓝 对 蔬菜除外还是很功夫了 好 今天的快乐 直播就分享到这了 拜拜 嗯 太烧烤了 凡事家的鸡蛋 所有东西都跟鸡蛋有混合了 真的就非常好吃 它外面好 就是裹了蛋液 然后裹蛋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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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